你是屬於能做就千萬不要戰的人嗎 小心 酒桌造成的血栓 可是遠比疫苗或是病毒所造成血栓 風險還要更高 而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每37秒就有一個人 因為血栓而栓 就是我講完話的這個時候 所以非常可怕 對 所以素卿姐 你現在久坐 趕快站起來 特別是上班族要特別注意是不是 真的 接下來這段就由我站著來 不要為難大家 就坐著就好了 其實真的 尤其之前 其實WHO就在講 有一個新的 甚至可能比抽菸的危害 還不小的危機 就是要做久坐的風險 那久坐 我講一個案例好了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四十多歲的上班族 那你也知道臺灣上班族很可憐 他們上班的公時 是全球排名第前幾名的 所以她常常一天整個坐下來 可能到達12個鐘頭都有 那她是怎麼會去看醫生 她說她其實一開始是覺得 自己好像腳 有一隻腳常要抽筋 然後就想說奇怪 常常抽筋 是不是怎麼電解質不平衡 還什麼 沒管她 後來她就漸漸發現 其中有一隻腳她的左腿 好像有一點點比右腳還腫 然後腫的開始會有點腫痛 然後走路的時候很不舒服 所以她這個時候想說 臺灣就醫很方便 先去骨科吧 骨科去檢查 想說還好 骨頭看起來沒什麼狀況 可能是拉到或幹嘛之類 開一些消炎止痛要回家 更嚴重她這樣浮現 不對 我的左右腳越腫 差越多 而且她那時候甚至已經覺得 走路都很困難 而且發生一件事情 她覺得連呼吸都困難 然後就趕快去大醫院急診 急診就說不得了 原來她就是有一個 深部的靜脈的痠塞 而且她說為什麼你年紀輕輕 才四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雖然做很久 是一個風險 但是怎麼會這樣 檢查就發現 原來她本來有一個病 人家說是不是叫什麼 靠靜脈 還靠動脈壓迫 就是說她這個血液 通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本來就因為有壓迫的症狀 所以血液流得比別人慢 據說這種血流很慢 也會造成她容易形成血栓 再加上她又久坐 可能又幾乎坐在內 都不喝水不動 長期下來就這麼塞住了 幸好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呼吸說開始也傳起來 是不是表示那個痠已經很嚴重 好像肺部了 對 幸好還有去急診 不然可能就會錯失 很重要的救治時機 對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因為這是新冠關係 大家一直講血栓 血栓 可是剛才蘇杰也講到 另外一個名詞 靜脈酸塞 特別是講深部靜脈酸塞 請每個人跟我們講 到底什麼叫深部靜脈酸塞 其實深部靜脈酸塞 有一個名詞 可能大家有聽過 叫經濟艙症候群 經濟艙症候群 可是他都坐商務艙 你不也坐商務艙 好的沒有 他其實他是一個觀察的現象 因為發現很多那種 飛長途飛機 尤其有一些大機場 這個機場可能是 每個飛機都是坐 八個小時到十六個小時 下來確實有一些人一下飛機 還沒有出關前 就因為船或不舒服 就送急診室 後來就發現 好像有些肺部痠塞的狀化 所以他其實原理什麼 大家不是在講機場 是經濟艙它有個現象 就是你的腳坐下去 就頂到前座 所以很多人是不喜歡動的 他坐在那個位置 就完全不動 那為了不好意思 如果人家在睡覺 你不好吃把人家叫醒 你就乾脆不喝水 你就憋尿 然後整個八個小時到十六個小時 你可能只起來移動一次 所以當你起來的時候 你的那個靜脈酸塞就會形成 所以我們要先講一下 它到底怎麼形成 你就會有一個概念 那它其實預防方式 我其實覺得還算簡單 就是生活作息改一下 其實靜脈酸塞 它我們通常比較長的比例 是在我們的小腿 我們的小腿 其實會有所謂的靜脈 這個靜脈有一些人家說 外面會那種靜脈曲張 有些是看不到的靜脈 就是分表潛靜脈跟深層靜脈 深層靜脈其實它佔的是 整個下肢回流的90% 也就是說我們的血液 主要貢獻了在這個90%的 血液回流裡頭 然而其實靜脈有一些特點 就是它不像動脈 動脈是會自己有點像幫浦 靜脈是被動式的 才可以把血液打回去 所以它靠誰被動打回去 旁邊的肌肉 我們發現靜脈症在很常見的族群 比如酒 酒座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 酒站也會 當你一直持續的在一個動作 你的肌肉是沒有改變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的 當然有些人是有一些凝血的因子 你可以看到第二張圖 就是血栓如何形成 假設我們的肌肉持續都不動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身體有些人是有凝血的問題 有些人是肥胖 它本身的狀態 就會讓血液很容易凝集 它在裡頭 因為血液都沒有在動 就很像水管 一段時間每一桶塞住了一個東西 這個時候當你開始走動的時候 你的肌肉 你的小腿肌肉又開始移動了 所以你的靜脈裡頭的血栓 就被你的小腿的肌肉給擠上去 一直往上打 一路到你的肺 就會在肺部的裡頭 跑進你的肺的小血管 造成了肺部的酸塞 所以它其實一路是從你的腳上 可能形成了血栓 然後在你移動的時候 一路往上到肺部 產生肺部的酸塞 這個通常就叫做深層靜脈酸塞 對 因為我們那個腳 剛才先沒有講到 其實靜脈本身外面就沒有肌肉 只有動脈才有肌肉 所以動脈可以自己去收縮 靜脈就要靠你小腿的肌肉 慢慢把它打上去 所以你腳不動 就代表你的小腿肌肉就沒收縮 沒收縮之後 自然那個血就流得很慢 很慢就是一樣 你看水流得很慢 會不會容易凝結 當然會 所以有人就跑出來 你倒霉 往上跑 如果在底下你只是腳腫而已 倒霉往上跑 第一個就是倒飛 因為它會先回到心臟 心臟一打出就到哪裡 就到你的肺 所以就很多時候腳腫下一個 就是變成傳起來 其實很多時候老人家 他走路都會一搏一搏 而且走一搏一搏 他可以說走到一半 可能休息一下又好了 很多家人都以為說 這個是老人家關節退化 所以你說這不是 這有可能是血管的問題是不是 這個間歇性脖刑的定義 不是說你走路一百一百不是 是說你在走路的過程中是好的 但是你走到最後 你的腳越來越重 你需要坐下來 休息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血下不去之後 然後你走了以後 你的腳沒有血了 你會痛 你就休息 休息完以後 我們這個血液又經過 往下走了 你的腳又有血了 所以間歇性脖刑的目的就是 你有時候走得很好 休息會好 那如果是神經會不會好 神經是不會好的 神經可能就一直掰 一直掰 掰到門診 但是如果是那種間歇性脖刑 可能你走五分鐘 休息十分鐘 可能走到我診間 花了一個小時 但是那個神經痛 可能大概也是花了一個小時 可是他一掰一掰 掰到我的 一個是從頭慢到尾 應該是一開始走起來 看起來還蠻正常的 然後後來就不行了 可是你休息一下 又開始肩部服飞了 這個就有可能是血管的問題 是不是 對 那還有一個 就是老煙腔腸發生的 就是我們會講 蠻正常的心腫 這個就是在肚子這個地方 血管已經完全處在 所以這個人有什麼特色 就是會陽尾 真的 所以我在 我已經轉介很多 好幾個 老煙腔轉到泌尿科去 因為他們都是老煙腔 因為這沒血下去 這下面的 下半身的血 就十有十五 所以有時候可以走路 有時候不能走路 然後第一件事 男生就會陽尾 所以千萬不要抽菸 都印象很大 那我們平常像叔叔你講的 這個下肢的血管 有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摸的方法 可以自己在家裡面測出來 怎麼 要摸哪裡 儲備動脈就是最明顯的 我們來看 那委如先把你的大拇指翹起來 大拇指翹起來 這裡有一條肌腱 這條肌腱先找到位置 然後我們就把大拇指放下來 這時候順著這條肌腱往上摸 然後一摸到 它剛剛翹起來的位置 它無線的那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就會發洩到 要摸什麼 動脈 摸我明年會不會賺錢 其實你也可以摸 你摸得到 你摸得到 因為你手上叫 自己可以摸得到 OK 會跳動 對 這可以幫你們的長輩 可以幫忙弄 這兩隻腳都要摸 互相比較一下 對 兩個腳要比較 摸得有跳就OK 還活著 有跳就表示很好 因為腳至少有三根 你只有一根都還可以存活 只要有一根就可以存活 所以你經過蘇醫師的健美者 還活著 暫時不需要截肢 那這兩邊都要摸得比較强弱 你比較弱的一邊 可能就是那邊的血管 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通常有時候也運氣不好 就是會有一條腿比較差 所以它走路的時候就會覺得 一撥一撥 這種剖形是可以理解的 這種剖形也是會時好時壞 所以為什麼間歇性剖形 那麼重要就是這個原因 除了這家自我檢測之外 飲食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要帶來一道 無水無油的料理 因為防雪山的料理真的超簡單 不需要水 不需要油 只要有食材就可以做 對 我今天要做這道菜 是鍋燒田園蛤蜊 四樣食材而已 那就是紅黃甜椒 然後木耳 還有就是花椰菜跟蛤蜊的部分 這是什麼都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一點點米酒而已 就這樣米酒要提味 就這樣子 對 好簡單 其實就真的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這一個 花椰菜的部分就把它放進去 這熟的 沒有 就生的 花椰菜沒有水怎麼煮 這就是生的 你看硬梆梆的 生的倒進去 對 把它倒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紅黃甜椒 把它放進去 就這麼簡單 木耳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這個什麼 薑片的部分 是 對 這放進去 也是放進去 老薑也是放進去 我是小薑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蛤蜊放進去 記得蛤蜊我們要挑火的 不然你永遠煮的都不會開 不會開 這樣把它放進去就好 然後就把它酒倒進去 上一點點米酒 就這樣 不用調味什麼都不用 對 完全都不用 那這道菜的技術性在 這道菜的技術性在 在開瓦斯 對 快速 快速 快速開瓦斯 要多久的時間 讓我們拉蛤蜊都完全開 這道菜 就可以了 好快 裡面有個東西叫黑木耳 是不是 對 裡面有黑木耳 這個黑木耳到底對血管有什麼好處 周醫師 第一個保持天然的原味是健康 第二個是雷師傅他很聰明 用了一個叫黑木耳 黑木耳其實就是叫血管的清道膚 主要裡面是一個叫卵磷脂的部分 它可以跟水乳交融 把那個脂肪乳化排出體外 第二是卵磷脂 它是可以抑制整個脂肪 在血管裡的沉積 那當然除了黑木耳之外 事實上像大豆最多 像黃豆 豆漿對不對 大豆最多 像蘑菇類 堅果類 都是很棒的 但是除了這之外 雷師傅很聰明 是不只是卵磷脂 它裡面還有個叫紅甜椒 或紅黃甜椒 和青花菜 花椰菜 十字花跟茄子科的東西 它本身裡面的是花青素 也是算青豆腐的之二 四個食材 放下去 這樣會好吃嗎 這樣會很好吃 真的 只有加酒而已 其實蛤蜊加 蛤蜊是重點對不對 對 蛤蜊是重點 因為蛤蜊它本身 就有那種鹹味跟鮮味 然後加上蔬菜的甜 來一點米酒去提香 其實味道就非常夠了 真的 這個等於我都會煮 就瓦斯打開 然後現在煮到蛤蜊開就可以 它這個有技巧的 因為它下面放花椰菜 你要知道花椰菜 它會吸附蛤蜊的湯汁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 那個湯汁會炸開來 所以會好吃 蛤蜊的整個鮮味都出來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煮好了嗎 好了 好 那我們這一道 清雪館的料理就完成了 試試這道鍋燒田園蛤蜊 料理過程中無水無油 利用蛤蜊的米酒 所燜出的水分 讓食材自然熟透 鎖住營養精華 保證鮮甜又美味 你是血栓體質嗎 另外現在解封了 大家開始運動 請問你運動完之後 你會馬上坐下來休息嗎 小心也會引發血栓喔 為什麼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